好的欢迎回到SFL的半决赛第三轮的中间战 这一轮秉爷将迎战崩产 崩产打这个手长脚长的角色好像很猛 因为之前先后赢了秉爷和这个Photo 就这样一来一去马上获得了一个特别称号 叫做长手终结者 作为秉爷来讲 他不应该轻易的放过这一次复仇之战的机会 牢牢把握一下 之前是输的而且输的有点伤 被最后打了一个批 整个前半段的话都还好 结果打到最后的时候崩盘了 被顺杀了 我希望别什么这一局上来就直接连续四个顺杀结束了 这种概率也不高 正好是运气好 卡琳上来拿到一个进攻机会一波打穿 像这种机会也不是一直有 好了回到这个对局 卡琳来对上老余家 上来一个中拳打了一个收到 这里潜潜只能被抓 秉爷这边一脚铲过去 重拳打到一个卡 这里上来就是一个很高的晕点 而且可以压得住 能不能继续压 秉爷这边出招出的有点多 无所畏惧随便出 这么凶的吗 这个点上面为了卡对手的晕点 连命都不要了 这里重脚又重 崩盛这里想要潜潜投是真的完全投不了 这秉爷的出招频率有点高 崩盛但凡在刚才任何一个点上面 鼓起勇气按一个跳 又出中脚 这中脚按的同时 如果你起跳的话 秉爷一定会吃一套 好那现在崩潜这边是半管血又没了 这一下空中了一个抓中 但是起身的措施就被抢了 中脚命中以后 VT开出来过去压一波 红联拳摸中大脚 这一波过去以后再是一个头 半管血再只要一套就可以进斩杀 能不能中 这里秉爷的反打 啊 EX想抓 没有抓中 那这一波过去的话连斩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崩盛已经开始有点想要斩气的意思了 这里秉爷肯定是不会过来了 崩盛得想想办法了 原地斩气摆烂是吧 在这里多斩斩气 然后秉爷要是忍不住过来 还有可能 秉爷要是不过去的话 就真没有太大可能性了 这里中脚无限踢 最后一下 会不会有什么变数 啊 这一下空中结中 但是距离太远了 秉爷这样绕出来的话 又可以在那边耗时间 啊 这一下还是这一招 再一个头 有智慧 啊 秉爷爬起来就是一个低空火 这么远的距离下 选择一个低空火 那这一波过去崩杀还是没守住 主要是因为他必须要进攻了 这个点不进攻不行 啊 刚才最优解的话是走过去按一个重拳 秉爷这一下有可能来不及 啊 还没飘起来被重拳轮下来 但没有太大用处 时间不够了 这样子的打法并不能帮到他赢 刚才那种点上想赢的话 他就必须得往前走 这个是摆明了的事情啊 光是一个重拳就防住的话 基本就完了宣告结束了 好 那回到对局了 秉爷这边光速拿下自己的第一分 现在来到第二局 空缠现在在整个进攻的过程当中 其实拿到的机会还是有的 不多 一局两次到三次之间 要是能够突破三次的话 这一局基本已经赢了 好吧 好 那回到对局 重拳踢了两发三发 真的是 就堵你不敢跳啊 风缠不跳啊 这里下中拳又是一手对空 真的等到跳的时候他又不踢了 你说这个人 来 这里有一个进攻机会 下中拳红联拳两发 摸奖全部摸掉 这一下直跳又被对空 秉爷这里做防守做的非常的完美 风缠没有拿到任何的机会 还是对空 哈哈 哎哟 结束了今天细运在秉爷这里 就全部对了 现在就是风缠的幸福二选一 他到底会踢中角还是不踢 所以说真的很难猜 就像一个龙在你面前 到底是发波还是不发 你不能靠猜这个来赢对手 只是说他会帮你改变局势 但他赢不了 最后是前前被抓 啊 崩产已经面临绝境了 要是这一轮赢下来 比分就会来到6-4 6-4的话等于给美元买了个保险 这个保险的话就是美元 如果在大将战输了 也没有大问题 因为确实打东大这谁也讲不清楚的 这里中拳摸中 1X 倒地以后 轻空只点了两下 往前走的路上 直接吃到了秉爷的抢招 VA倒地 接个地空火 一脚缠过去 秉爷下轴条惨重 VT 倒的 哇 秉爷想争他在半决赛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可以拿个MVP没有问题 他只输了一个中间战 赢了两个 帮队伍拿大分了 真的拿大分 而且两轮其实赢的都非常的轻松啊 一个是对上崩产 一个是对上流星 对吧 流星有点伤 不想提他了 在整个半决赛背锅下 那这样很快 这个对局就结束了 崩产也是蛮惨的 其实他整个对局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道题 就是一道是非题 这个对手踢 还是不踢 而且秉爷整个对局当中这个中角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这中角万一是给到一下碎康的话 后面就是倒地压起身 其实期待的一个回报伤害非常的高 而崩产这边呢 如果对手一直踢中角 对于他来说也是大机会 但这个机会他基本没有把握到 就是非踢的时候全部反向选择 行了 好了那今天这一轮比赛就先到这边 下一场将是双方的一个大将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